另外 霹雳一宗轻微车祸 却意外地揭发一宗命案 一名军人清晨在宜保一代的一处路口 开车时发生车祸 交警抵达现场处理车祸时 却闻到恶臭 在附近地点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事件发生在今天清晨5点 当时一名军人开着宝藤赛家 在打门一处路口失控撞进左边沟群 一名交警货报抵达现场时 却闻到恶臭 随后在车祸地点附近大约3米的地方 发现一具腐尸 警方和见证组人员受召到场寻找蛛丝马迹 初步断定死者是一名女性 但身份还有待调查 死者遗体已经送往医院解剖 至于车祸的军人则只蒙受轻伤 没有大碍 请标准